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显微镜女孩托马 今天这期视频是灵霄弟弟的分析 我最近在看别的up主做视频的时候 学到了一招叫做观众互动 那么屏幕前的各位灵夫人们 想要灵霄新活动请扣1 想要灵霄在你身边请扣2 想要灵霄亲亲卡请扣我可以 那么按照惯例 在正式开始之前首先要跟大家声明 up主是all档代入档 视频内的所有内容都出于分析需要 既没有任何拉窄 也不涉及音律服 这期视频还有两点特别声明 第一点 由于灵霄的线大部分是暗线 且非常零散 梳理中加入了大量我的个人推测 可能不够理性中立客观 在这里先跟大家道个歉 第二点 这个视频对于不能接受 灵霄是白痴弟弟的设定的夫人来说 可能不太友好 先在这里提前预警一下 欢迎大家理性讨论 今天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 灵霄的疑问 我们目前已知的至少有三种 官方给出的PV中说 它是高位雷电系 在《飞机制约》中 灵霄让整个机场停电 甚至让手机没有信号 并且伴有打雷闪电 在图名的约会剧情中 灵霄说自己可以控制天气 主线剧情中 灵霄又可以跨越世界线 那么总结起来 灵霄的EVO至少有三种 分别是控制雷电 控制天气和跨越时空 这里有两个重点要划一下 第一点 我们不能通过EVO 实际灵霄是白痴弟弟 但是也不能否认 弟弟天生带电的设定 跟灵霄的EVO是吻合的 第二 灵霄的EVO背后真的都是狗蝶的刀子 在《猎语》的剧情里 主角团的EVO都随着剧情的发展 多多少少变得更强了 而变强的过程往往是非常惨烈的 白痴经历了NW计划 清风变成了黑色钢风 李泽妍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打开了时空裂缝 露露和许默就更不用多说了 两个人都是接受了实验改造的 所以 灵霄那么多EVO的背后 自然是狗蝶的发刀预警 灵霄约会剧情中所说的 失败的实验品 朋友圈里的退休四只船 都是这方面的暗示 主线剧情里 灵霄线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灵霄和许默 灵霄和白起 在第一到十章里 灵霄一直在帮许默觉醒Queen 是合作关系 而白起则一直在阻止他们的行动 是敌对关系 在前六章里 白起一直在调查Black Swan组织 第五章的最后 白起通过17年前那张 我和爸爸在孤儿院的照片 找到了双叶孤儿院并进行调查 剧情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风讯器里传来信号被干扰的电流声 数不清的人影 逐渐接近了房间里的他 第六章的最后 又是双叶孤儿院 我和许默在散步的时候 不小心走到了旧校舍 晴朗的天气突然有阴云 空气中又充满着涂靡的气息 紧接着遇到了陌生而危险的白起 风呼啸而上 雷电轰鸣而下 白起朝我开枪 挡住了射向我的异世界子弹 根据这些线索 我们来复盘一下事情的原貌 林霄和许默的原计划是 许默把毫不知情的我带到旧校舍 林霄埋伏在暗处 通过置换的子弹让Queen觉醒 白起调查旧校舍时碰到了林霄 并知道了整个计划 许默按照他的剧本将我带到孤儿院 却没想到白起已经开始 跟埋伏在这里的林霄Battle 此时林霄的态度可能是 不管白起怎么样 先觉醒Queen再说 于是打出了异世界的子弹 同时白起开枪 挡下了那颗子弹 除了第六章的孤儿院事件 林霄在第十章 BS觉醒Queen的综艺节目现场 亲手用雷劈了我 完原17年前的事件 另外还有几个前十章中 林霄出场的虚垂 第一章里BS安排的车祸下 李则言暂停时间救下了我 好好的大晴天突然下起了雨 第七章 电影高中绑架案 我的录音笔里出现了电流声 第八章 许默安排的黑客大会 我收到的邮件的收件人是建国欧巴 这个名字跟后来出现的刘春梅 刘国阵 郭小鱼是一个画风 所以合理推测 这里可能也有林霄的参与 幕后之招二里 许默破镜子的关键部分 天空一声巨响 林霄闪亮登场 所以总结起来 一到十章 林霄是一直在帮许默觉醒Queen的 如果说一到十章的林霄 还能勉强让人看得懂的话 那十一到十四章的林霄 就真的很迷了 十一到十四章里 可以实吹林霄登场的有两次 一次是他批完我之后 棋子去找他battle 一次是在医院里 一次想要来杀我 但是老李及时救下了我 另外十一到十四章里 有非常非常多关于电流声的描述 我之前看剧情的时候 曾经一度以为电流声 是因为EVO增强实验项目发射的电磁波 导致了EVOVER可以听到电流声 但是现在回头一想 这些电流声 全部都出现在剧情中的关键位置 而且电流声早在第五章和第七章都出现过 所以我个人感觉 说电流声是在暗示林霄的登场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十二章 我赶到绿林酒店 打电话给白起 电话那边只有嘈杂的电流声 第十三章 我跟许墨在生命科学研究所 拿电磁装置接收器的时候 窗外一闪而过一个人脸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电流声 第十四章 李则言EVO失控 即将进入时空裂缝时 眩流的边缘布满了电光 十四章的最后 我爬上电视塔 试图关闭装置的时候 耳边突然有细小的电流声 我个人的猜测是 第十章之后 我虽然想起了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但是离使用真正的Queen的力量还差得很远 所以许墨开始了EVO增强实验 试图通过特殊的电磁装置来增强EVO 林霄的作用可能跟这个电磁装置相关 但是这次实验之后 Queen的力量依然没有完全觉醒 第十五章 信仰之名 虽然是起子的章节 但是这一章对于林霄而言也非常重要 这一章中有两条故事线交织在一起 第一条线是钟义和白起关于特殲署的故事线 第二条线是我和露露在医院的故事线 这两条故事线都有林霄的出场 钟义的出现揭开了特殲署 或者说梁记中的阴谋 根据设定集和起子的传闻秘识何谓正义 钟义是特殲署派去BS的卧底 之后发现特殲署拿EVO罪犯做实验 十五章中钟义出现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白起 林霄之前一直在Black Swan 在结合后来归来剧情中 林霄给了我一个地址 我在仓库里找到了钟义 钟义帮我混进监管所 显然林霄和钟义是认识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 钟义的出现是林霄安排的 第二条线是露露 两集中在电话里曾经说过 露露是BS派来接近我的 并且露露突然从医院失踪时 剧情中也有打雷闪电的描述 最终这两条线在第十五章最后重合到一起 直接导致了白起信仰崩塌 并在走投无路之时 答应了白爹的NW计划 第十七章是林霄第一次登场 随后便是恒东世界线 恒东世界线里 剧情方面 林霄像是个新手指导员一样 一直在引导我去发现恒东世界的真相 或者换句话说 林霄在引导我按照他们写好的剧本走 同时随着恒东世界剧情的发展 林霄跟我的感情线也开始展开 其实林霄感情线的刻画也是很细腻的 跟四个野男人早就认识我不同 林霄跟我应该是没有更早的交集的 他在幕后这章中跟Queen说 那个你可真有意思 所以一开始 他也许纯粹是出于一个小批孩子的好奇心 开始跟我接触 但是在很多世界的相处中 他对我的感情慢慢变质了 知道我想去找白起会生气 看到我在特前属旧Helios 又生气到打雷 直到寻觅之约中 林霄告诉我 他可以控制天际 不高兴就会打雷闪电 我闪白甜的问他 是不是高兴就会下雨 林霄顿了一下 没说什么 若有所思的看着我 这里其实是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对我的感情 并且在后续剧情中 欣然接受了这份感情 剧情梳理的部分大概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下面我要开始我的毒奶分析了 我会分析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林霄到底是什么立场 第二 林霄是不是男主 第三 林霄是不是白起的弟弟 第四 林霄的剧本从哪来 第五 林霄线未来的走向 第一 林霄到底是什么立场 很多世界线里 林霄被BS和特贤署两边追杀 跟黑君卓尹有联系 帮背后还有第三方势力的许墨破镜子 又拥有着脑里和时间观测者那样 在时间线上反复横跳的能力 如果他是白起弟弟的话 理论上他还有军方的背景 真的不愧是你 怎么哪都跟你有关系 我个人猜测林霄的故事可能是这样的 白起19岁那年 进入特殊锦校学习 同年另一位白信学员 也就是林霄也在特殊锦校 林霄从特殊锦校毕业后 有可能跟中印一样伪造身份 作为间谍去了BS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飞机制约中 还是特遣B7的白起 按照良记中的指令 给林霄送了一枚芯片 但是林霄进入Black Swan以后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发现了良记中的阴谋 决定叛变 所以在第15章最后 良记中所说的 你最终还是跟他走上了一样的道路 指的可能不只是中印 还有林霄 林霄之后又发现 BS的目的也并不单纯 违背了自己反对战争 向往和平的价值观 所以又再次从BS叛变 成为了没有组织的自由人 当起了情报贩子 并且结识了黑 queen 配合黑 queen把我弄到了横东世界 第二点 林霄是不是男主 我知道这个问题一直特别敏感 说的不好肯定是要被喷的 但是我还是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男主这个争论 怎么说呢 就是挺没有意义的 前面整理了那么多林霄的线索 大家应该不难看出来 林霄是蝶一开始就安排好的人物 从早期的剧情开始 就一直对剧情起着重要的作用 甚至于在幕后这张一中 陈爷爷给我开上帝视角的片段里 我先后看到了许莫 李泽妍 周其洛 林霄和白起 这里林霄跟四个野男人是并列放在一起的 他对剧情有多重要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不容反驳的 男主也好 NPC也好 特别邂逅也好 不管是什么称呼在我眼里 林霄甚至于说将来可能出凯的卓尔师傅 或者谢天天老师配音的Black Cabin里的角色 跟四野一样 大家都是炼羽制作人中的可攻略角色 既然是可攻略角色 那喜欢的人就是攻略 去刷好感度 不喜欢的人 不拿卡不开乐会 不看剧情就可以了 第三个问题 林霄是不是白起弟弟 每次我的视频里说到白起弟弟的时候 都会有人站出来说 听官方还没有实锤哦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一些太太对于这个问题 只保留意见 但是他们俩虎破色的眼睛 前期那么多交集 甚至于两个人都会bass 弟弟的闪电EVO 破旧的音乐播放器 与两个人都会因为吃醋而生气上头 林霄在朋友圈里提过退休四肢传 白起的微博里也说过退休四肢传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 我就不一一立举了 那么多明里暗里的重合 如果只是因为一句官方没有盖章 就说林霄不是弟弟 我个人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另外 人物的身世一直是叠塑造人物的一个重点 无论是哪个角色 多多少少都提到过家庭背景 或者是小时候的事情 就连卓椅都在幕后之章里 有了关于妈妈的描写 而林霄的身世 却直到现在都只字未提 反而让蝶显得有些欲盖迷章 那么为什么林霄是白起的弟弟 或者说 为什么林霄这个人物安排在白线里 我个人认为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林霄手里有剧本 从头到尾搞事情的 是首卫剧本的老许 准备开始搞事情的 是Key选之人洛洛 牢里有观测者的高位力量加成buff 相比而言 白起就真的非常被动 所以我觉得后期林霄和白起 肯定是会解开误会合作的 当然这个解开误会 不会是非常狗血的兄弟相认的戏码 而是像林霄在归来中一样 通过各种方法偷偷帮白起 给他传递情报 那么林霄的剧本从哪里来 个人认为比较关键的是蜻蜓眼 以及他情报屋老板的设定 在描写蜻蜓眼的时候 文案非常难得的把细节补全了 战国琉璃蜻蜓眼 琉璃是牢里线上穿越时空 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 战国是整个剧情里 第一次出现1908年之前的描述 而蜻蜓眼就更加有意思了 蜻蜓的眼睛是副眼 由几万只小眼睛组成 每只小眼睛能看到事物的一部分 合起来可以看到事物的全体 所以也许 通过这个战国琉璃蜓眼 林霄不仅可以完成 在各个世界线上的反复横跳 甚至还可以观测所有世界线上发生的事情 然后当个情报贩子 第五点 林霄献未来的走向 之前我在细节分析视频里说过 林霄听Holiday 甚至于他喜欢可口和百事混合 这么个邪教的设定 都在暗示林霄是个反对战争 向往和平的人 到目前为止 作为情报贩子的林霄 都更像一个辅助者的角色 比如帮助许默觉醒Queen 帮助黑Queen和卓尔实现横东 但是所有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在他没有爱上我这个基础之上的 神秘之约中 林霄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对我的感情 那么接下来的剧情里 他还能安安心心的做一个直打辅助 有节操的情报贩子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以上就是我关于林霄的所有分析啦 喜欢我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素质三连 我会在后续的视频里 给大家盘点一下眼